到这里面来 VBA的做法 实际上当然它的概念逻辑跟三米符 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是我们自己要把它写出来的 那怎么写 1 我刚刚讲过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判断 if sales 的 a 栏里面 前面两个字用 let let 这个储存格 0.2 如果等于产线的话 就是抓前面两个字 那我就把这个C栏的资料把它做累加 所以关键在累加 那怎么样累加 在VBA里面呢 如何把我要的东西暂时先存起来 下一次再把它加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部分 大部分可能你们都看得懂 但是呢就是累加的那个部分 可能你们前面没有学过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再多加一个 所谓的这个累加的 这个部分怎么撰写 那当然第一个啦 一样先找到你的专案 一定是 特别说你不要写到别人家里去 因为我们开两个档 你记得要开这边 然后按右键 先插入一个模组 模组里面呢 一样插入一个SAC 名称随便啦 反正我叫什么 产现人员工资之和 这样OK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因为我要累加 所以呢 我在第一行的地方 多增加一个变数 叫上 那这个上的名称自己取的 你也可以取别的名称 没关系 好这个名称自己取的 我叫上等于0 意思就是说 我先把这个变数 里面的初始值用0 那你这个delete是这样的 没关系 因为初始值里面就是没有 里面就没有 所以那当然我习惯先让你们知道 我先产生的他咯 那再来做什么呢 for 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那不过这将来可以改成那个 向下的追踪 如果他里面的A栏 的前面两个字 有没有laps if laps 这个前面两个字 等于有没有 等于什么呢 等于产现 这两个字的话 那中间这个是一个逻辑判断 Zen做什么呢 帮我累加 特别重要 累加的写法就是 把后面的东西加起来之后 暂存在前面 OK 所以这辈子 他会怎么run呢 里面原来是0 对不对 当我第一个找到他 4903 他就怎么样 把4903加0 加完之后呢 存在前面 所以sum这个时候呢 他也变4903了 OK 大概这概念要有哦 后面是计算 计算王的结果呢 丢到前面去哦 有很多同学 可能因为以前学的数学哦 造成你学程式的障碍 因为完全逻辑不 以前是1加1等于2是跑到后面去 现在当然颠倒哦 是计算完的东西丢到前面 两方 两边是颠倒的哦 特别重要 这个程式不一样 那我就是 再来往下 3906 那因为sum已经是4903 所以呢 4903再加上3906 加完之后 再帮他存在前面 他又存起来了 所以一直存一直存 最后呢 已经跑完了 他就会直接把这个sum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的位置叫12 所以就是range12等于最后加总的结果 就把它输出了 OK 那不过现在跑太快了 你可以按F8 我先出 好 这个时候呢 上里面是0 没有东西 然后呢 我们就是for i 第一个是不是 先把那个sales 因为i等于2嘛 A2里面的东西 它是不是产现 所以切前面两个字 前面两个字 是 所以呢 它会跑这个逻辑 进来之后呢 上面i等于0 可是 这个的c栏里面的资料 是4903 所以他帮我把它加起来之后 存在前面 所以 存在前面之后呢 那上面现在等于多少 4903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然后next 下一个 下一个是不是不是跳过 所以你会发现下一个是人事部 跳过了不加 好 再来下一个是不是 下一个就产现2 诶 所以呢就把什么3906 跟刚刚的4903相加之后 丢到前面去 所以加起来之后的话 8809 应该可以理解了 我是觉得 这边会特别讲 主要因为前面太多同学 对这个概念好像 就会一直不能够理解 那如果你这个概念不理解的话 你可能很多后面的程式不用写了 这个地方就是 帮我们 把需要的东西累加 所以累加放在哪里 累加放在扇里面 所以基本上呢 就会一直往下跑 判断完 看看是不是不是的话就跳过 是的话呢 再帮我加 所以产现1 这个又是了 所以基本上 4 2 4 5 又加这个 所以一直累推 全部一直跑跑跑跑 等到跑完了 跑完之后的话会怎么样呢 再帮我把结果 累加的结果 23884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储存格 那丢到这个储存格 概念也是一样 后面的东西 丢到前面去 应该可以懂吧 因为有些同学奇怪 我一直认为 这应该你会知道 结果原来你都以为 是这个丢到这边来 还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可不可以改个方向 当然这个规则 不是我定的啊 我只是告诉你 它规则是这样子 我也没办法去改它 所以呢 记得你就要把这个规则 学会了 以后写VBA 就比较没问题了 OK 按个F8 输出了 全部跑完了 这样就OK了